赛季初,胡仁对阵容进行了大换血 其中最大的动作就是交易得到威斯·布鲁克 而这一错误的决定 直接导致胡仁夺冠阵容被拆散 资金被锁死,未来被透支 彻底改变了球队之后多年的走势 不过这笔交易还算不上是最糟糕的 本支影片,我们就盘点NBA历史上 最愚蠢的十笔交易 第十件,步行者交易伦纳德 2011年,步行者在首轮第十五顺位选中伦纳德 并随即将他送往马次 换来24岁的乔治·希尔 从当时步行者的角度来看 这笔交易绝对稳专不配 毕竟球队需要极占领 而且马次出品,必属精品 但是,步行者在获得精品后的两年中 连续在东部决赛倒在了詹姆斯脚下 就差一口气 同时,伦纳德在马次的精心培养下 快速成长 并在2014年击败詹姆斯 拿下总决赛MVP 如果当初步行者愿意留下伦纳德 搭档保罗·乔治 说不定就能改写历史 当然,仅仅错过一个伦纳德影就算了 步行者当时还送出了二轮42号新秀 贝尔坦斯 最后也被马次给培养起来了 相信从此以后 步行者再接到伯伯维奇的电话 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拒绝 并且暗骂一句 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肯定又想来骗我了 第九件 决金交易戈贝尔 2013年 决金在首轮27顺位 精准摘下法国中锋戈贝尔 但是决金对于自己究竟选了谁 显然一无所知 他们当即与爵士谈拓交易 用戈贝尔换来46顺位的埃里克·格林 和一笔现金 神奇的是 决金在赛季中就将格林裁掉 而爵士转手就和格林签下一份十天短约 搞了一圈下来 决金相当于用戈贝尔换来了区区一笔现金 不过这还不算晚 2017年 决金重蹈覆辙 在第13顺位选中米切尔后 再次与爵士交易 用米切尔换来24号前 和前锋特雷·莱尔斯 如果决金能忍一忍 将格贝尔和米切尔留下 再加上约基奇和穆雷 简直冠军拿到手软 然而最后却被爵士4年打劫两次 说出来 都是累 第八件 熊鹿交易诺维茨基 1998年 熊鹿在第九顺位选中诺维茨基 但是 他们觉得这个打法偏外线的大前锋 潜力不大 于是便决定向上交易 用诺维茨基加上19号钱 打包送到小牛 换来6号新秀罗伯特·特雷勒 特雷勒绰号托拉基 身高2米06 体重145公斤 是一名矮胖型内线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偏偏是他们看不上眼的9号秀 帮助小牛拿下了近20年 含金量最高的总冠军 而特雷勒在为熊鹿效力的两个赛季中 场均仅仅得到4.5分 3.2版 熊鹿用诺天王 换来了一辆拖拉基 简直是亏到家了 第七件 雷霆交易哈登 2012年 雷霆三少在总决赛不敌热火三巨头 当时 哈登在五场决赛中 场均只得到12.4分 三分球命中率 31.8% 与常规赛表现大相径庭 不过 这仅仅是三少合体的第三个赛季 未来可期 然而想不到的是 球队本可以提前与哈登续约 但管理层却突然找到火箭发起交易 送出包括哈登在内的4名球员 并从火箭得到凯文马丁 以及三个选秀权 当时 哈登只是希望得到一分4年6000万美元的合约 而雷管却扣扣缩缩 只愿意出价4年5400万 并且态度十分强硬 只留给哈登几个小时的考虑时间 为了区区600万美元 雷霆就放走了未来的MVP 同时也把潜在的雷霆王朝 扼杀在了摇篮里 2013年 蓝王绿军的八人大交易 堪称前20年来最烂的一笔交易 那一年 蓝王从新泽西搬家到布鲁克林 俄罗斯老板普罗霍洛夫雄心壮志 希望交易来更多的明星 当时蓝王队中 已经有了德龙威廉姆斯 乔约翰逊 以及布鲁克洛佩茨 但是 普罗霍洛夫觉得还不够 并支持总经理权利索哈 组建一支银河舰队 随后 蓝王变卖家产 送走五名球员 外加四个手轮钱 从凯尔特人换来了 慕年的加内特 皮尔斯和杰森特里 组建五巨头 但是 蓝王五老仅仅合体了一个赛季 就宣布解散 37岁的加内特 场均只能得到6.5分 6.6篮板 下一赛季就被交易 皮尔斯场均13.5分 但状态也仅仅维持了一年 最惨的是 绿军用蓝王的手轮钱 选中双碳花杰伦布朗和塔图姆 组成舰队基石 因为透支了未来 蓝王也成了烂王 第五件 魔术放走大鲨鱼 1996年 魔术管理层无疑做出了 让他们后悔一辈子的决定 甚至这都不能称之为交易 当时 奥尼尔新秀合同到期 而魔术手握鸟拳 无论如何 大鲨鱼也跑不掉 但是魔术飞弹没有立即续约 反而甩给奥尼尔一个侮辱性的报价 次年5400万 要知道 当时的莫宁和朱万霍华德 都能拿到7年过亿的肥约 而当奥尼尔也希望得到同样的待遇时 魔术又开始讨价还价 只愿意出价4年8000万 更奇葩的是 魔术还搞起了PUA 居然批评奥尼尔的篮板和防守能力差 来打压他的自信心 同时 奥兰多哨兵报还发起了一项民意调查 问大鲨鱼是否值得1.15亿 结果 在参与投票的5000人中 居然有超过90%的球迷认为 奥尼尔不值哪些钱 最后 魔术还表示 哈达威才是球队的未来 如果给你的合同太高 哈总会不开心的 经过这一番神操作 奥尼尔彻底心寒 与此同时 胡仁看准了时机 趁虚而入 直接撬走了奥尼尔 开启了一代王朝 第四件 黄蜂交易科比 1996年 黄蜂在首轮13顺位选中科比 随后将他交易到胡仁 得到迪瓦茨 而科比仅仅在夏洛特 待了16天 18年后 科比依然对黄蜂 曾经放弃他耿耿于怀 并分享了当年发生的事 科比在被黄蜂选中后 立即接到了总经理的电话 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些媒体会找你做采访 但是 我必须提前告诉你 你会被球队交易掉 因为你对我们来说 毫无用处 听到这些残忍的话 17岁的科比 感到无比震惊 于是变气愤地跑到球馆 埋头开始训练 完全不想接受任何采访 无论如何 科比还真要感谢黄蜂的放手 因为胡仁 才是最适合他的球队 第三件 熊鹿交易贾巴尔 1975年 熊鹿将当时的联盟第一人 贾巴尔交易至胡仁 作为回报 熊鹿竟然没有得到一位全明星 仅仅回来四个无名小租 当时 所有人都看蒙了 觉得熊鹿疯了 要知道 贾巴尔刚在1971年 帮助熊鹿拿下队史第一座总冠军 而在加盟胡仁后 贾巴尔更是打出了 场均27.7分 16.9篮板 4.1盖帽的超级数据 并连续两年 拿下联盟MVP 其实 贾巴尔和熊鹿算是和平分手 贾巴尔在提出交易申请后 双方都做好了保密工作 所以不明真相的球迷和媒体 都觉得不可思议 第二件 爵士交易魔术师 1978年 当时的爵士很想得到胡仁后卫 古德里奇 而古德里奇也想离开胡仁 双方一拍即合 但这笔交易唯一的问题 是爵士送出了一个79年的手轮钱 当时 爵士舰队仅仅四年 从未有过一个赛季胜场超过39场 所以爵士应该很清楚 这个手轮钱 顺位不会低 但是 管理层还是无脑地交了出去 78-79赛季 爵士拿下26胜 56负 创下了当年的历史最差战绩 同时也成全了胡仁 让他们喜提状元签 随后 胡仁选中魔术师 在他加盟的第一个赛季 就夺得总冠军 至于爵士 他们在那一年 拿下了可怜的24胜 58负 再次刷新了历史最差战绩 第一件 老鹰交易拉塞尔 1956年 老鹰在第二巡尾 选中比尔拉塞尔 但莫名其妙地 把他交易到凯尔特人 换来两个小兵 至此 NBA历史最愚蠢的交易 就这么诞生了 拉塞尔加盟凯尔特人的第一年 就带队杀入总决赛 并且对手正式老鹰 两队大战七场 凯尔特人最终以两分优势险胜 夺得总冠军 拉塞尔就这么踩在老鹰头上 开启了绿山军王朝 那么老鹰为何在高顺位选中 拉塞尔 却又拱手让人呢 原来在那个种族歧视严重的年代 黑人球员在客场对阵老鹰时 不仅会遭到球迷的辱骂 甚至还会被扔鸡蛋 除此之外 如果老鹰牵下了拉塞尔 那么他将会成为全队中 唯一一名黑人 所以当时的凯尔特人 也是用了两名白人球员 换来了拉塞尔 只是老鹰不知道 他们虽然获得了两名球员 但送走的 却是一代蓝坛仙曲 好了 这就是今天冷饭说的全部内容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 订阅 加评论哟 冷饭说 我们下回 接着说